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松就是一个小鲜肉吧,能看能用还能吃,可要论聊看能力,这几位都比不上独敌山琵琶洞的蝎子精,唐松差点就抛不住了,这个妖怪法力高超,貌美如花字不必说,此外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呢? 一是温柔气贴,别看这女妖怪跟孙悟空出八戒打斗之时凶狠无比,用她的捣马毒装,把悟空八戒都伤了,可对唐僧却相当温柔。 你看刚跟唐僧两个徒弟打斗回来,马上就能放下凶恶之心,重整欢愉之色,去跟唐僧调情。 不管对待其他人多么凶狠,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之时,依然能表露出温柔之态,他也不想其他妖怪抓了唐僧,马上就说要吃狗,要啪啪啪,知道唐僧没有吃饭,及时给唐僧准备吃,并好言相劝,且求烦恼。 我知你在女活中复眼之时,不曾进的饮食,这里昏锁面饭两盘,凭你受用鞋压惊,这就跟TVB的经典台词你恶不恶,我给你煮碗面膀一样,还说明给他压压惊,言语之中充满铁鞋之情。 二是善于察言观测这个写字经,很是了解唐僧的心思,知道唐僧不为富贵所动,所以跟唐僧说,玉帝宽心,我这里虽不是西凉女国的宫殿,不比富贵奢华,其实却也清闲自在,正好念佛探经,我与你做个伴,真的是百岁和鞋也。 他既不许诺荣华富贵,也不要挟唐僧马上跟他做夫妻,而是说,你只管清闲自在的看经念佛,直接说到唐僧的心坎去了,唐僧听了他这番话,也没法反驳,只能不说话,给唐僧准备的食物也只是简单的两盘磨磨,却能够用几句说话把唐僧问上,连在暗中监视的悟空, 在格子眼听着两个言语下,他恐怕师父乱了真情,悟空听了他们的对话,都怕妖怪这样聊下去,师父要忍不住冷静了,于是献了本相,三是文化素养高蝎子经的文化高,可以从两点看出来,一是曾经在灵山听过如来讲经,能到灵山听如来讲经的妖怪可不一般, 二是,他跟唐僧调情时,说话都是引经据典,其中还引用了一个与佛教有关的典故,那个道,我愿做前朝柳翠翠,这个道,贫僧不是岳舍礼,舍礼三马君为第二省,也做独礼,为范语音义,义为高僧,范是僧人,和尚, 这里唐僧讲的岳舍礼,使的是岳明和尚,而蝎子经说的柳翠翠,引用的正是岳明和尚杜柳翠的故事,这个故事出自玉氏名言,柳翠翠前世是一个和尚,名为玉通禅师,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姓柳的福尹, 刘福尹用美人计,使玉通禅师破了色计,玉通自觉羞愧,留下你家门风还我坏的遗言,作话而去,之后玉通禅师投胎,给给刘福尹做女儿,取名柳翠翠,后来家道中路,柳翠翠自远去当妓女,应了当初坏其门风之言,而岳明和尚正是玉通禅师的佛门日友,不忍其堕落风尘, 于显孝赐堂头三喝柳翠翠,言明因果,柳翠翠猛然醒悟,回家后写下的幻影门风我一叉,渊渊相报甚时休等遗言,盘膝作语以上,作话而去,有文化就是不一样,调情都这么文雅,他说,自己是柳翠翠要唐僧度化的,唐僧自然知道此度化非比度化,狠心地拒绝了, 说我不是岳明和尚,不知道蝎子经引用这个典故,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含义,柳翠翠前世是玉通禅师,唐僧前世是金禅子,讲不定当年在灵山听如来讲经的时候, 这蝎子经就认识金禅子,并对他情有独情中文的,不过,这蝎子经的疗汉能力再强也没用,因为他选择了唐僧下手时,就已注定其失败的结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